夏天大作戰 風扇小物大比拼 暑假到來 炎熱的天氣也一起報導 35度起跳是基本 體感溫度甚至飆迫40度 夏天又悶又熱 這時候就要拿出夏天的小法寶 手搖風扇 在路上禪看到女生 隨手拿一支小電風扇箱數 市面上白白寬選擇 究竟要怎麼選 那我們這次找來五種的手搖風扇 那我們要來測試它的風到底涼不涼 第一個是這種只有兩片夜扇的 它非常簡單 只要插在手機上就可以使用 只是拿的時候要小心 不然有時候可能會得到手 這個是第二強電的兔兔風扇 它有三段變速 它的風其實非常的強 將我的劈頭亂法通通往後吹 然後這個是現在網路上最流行的 長得很像Bison的無液風扇 造型輕巧可愛 但高一偏大 風速弱 大扣分 然後這個是長得很像 行動電源的手拿風扇 它的開關就在旁邊 風口在這裡 再來是微型水冷扇 不用付昂貴的電費 只要加水就可以使用 旁邊還有LED燈可變色 能感受到雪霧狀的徐風 只是裝水後要小心 一個歪斜可是會讓水給灑出來了 隔著螢幕口說無憑 接下來用紙條測試看看風力大小 外外面的水冷扇 紙條看起來軟弱無力 旁邊的無液風扇也差不多 可見風力都普普 粉色風扇的紙條被吹得相當平直 而最後一張紙條則根本吹不起來 我們腳來警衛貝貝為我們做獨捨講評 這個網路上面看過了韓國最新的 說一句實話這個 外表很新穎 可是完全沒有用 有點吵 真的沒有風的感覺 說難聽一點 垃圾 這個有涼啊 有風啊 真的有風啊 還可以裝可愛 不過這個蠻可愛的 這個還蠻好玩的 1 2 3 這個 踢出去了 踏熱的女生們知道怎麼選風扇小物了嗎